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著 那我們這一週呢 進到了這個 民宿記的《捷運讀經2》的第三篇 那我們知道民宿記呢 主體呢 他的大典 從這個綱目的大典 其實有三個 第一個呢 其實就是講到成軍的部分 那第二個就講到行程 第三呢 他會講到征戰的部分 所以我們看呢 其實我們從第三篇 一直到第八篇 其實有很大的部分 都是在行程的部分裡面 這些以色列人 他們在這個旷野 進到美帝的湖中的時候呢 所發生的 一些的 這個 一些的 光景 但是呢 這個 其實這位基督呢 其實都是 他這些 一些難處的解答 所以我們需要看見呢 就是神他心頭的心意 那第三篇呢 其實就 讓我們看見 這個神呢 為了要改變 這個 以色列人 其實也是改變我們的飲食 其實就是藉著 他這一位 這個蜀天的食物 唯一的蜀天的馬拿 來更換我們的飲食 慢慢也改變我們的胃口 因為這些以色列人 其實他們在埃及了 已經430年了 所以呢 這些很多這些 所謂的 埃及的這些的 娛樂啊 等等這些的享受 已經成為他們的滿足 但是神的心意呢 還是要將他自己 不斷地做到我們的裡面 那就是這蜀天獨一的馬拿 要供應我們 改變我們的飲食 甚至使我們 能夠改變胃口 所以需要在曠野裡面 你看到 需要40年之久 這樣享受這樣的一個馬拿 那這部分呢 我們看 那標題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 就是從這個更換飲食 那這是要對付我們的肉體 那如何來對付我們肉體呢 如何更換飲食 就是藉著吃這蜀天的馬拿 那這蜀天的馬拿呢 也是這唯一的死祭 一些地上的這些食物呢 或是這些雲的 其實都是癮蛾 為了這位基督士 這個唯一的死祭 那目的呢 是要使這以色列的百姓 他們能夠被重新構成 當被重新構成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成為神的居所 所以呢 可以看見更換飲食 還有這個吃 這個基督的蜀天的馬拿 還有這個重新的構成 然後成為神的居所 那裡面的影經呢 主體呢 其實它是用的這個 民宿記的十一章 還有二十一章 蘇埃及的十六章 因為十六章 這邊主要是講到馬拿 描述的最詳細的部分 那後面呢 特別引用這個約翰福音 你知道這個約翰福音 是一個生命的書 那這個 饑餓人的需要 其實是生命的餵養 其實這位基督呢 其實他就是這個 是這個蜀天的馬拿 也是這個蜀天馬拿的實際 那這裡面呢 我們再把這兩個經節 擺進來 就是照著順序呢 我們來看一下 來順一下這樣的一個經節 那從出埃及十二章的時候呢 這邊呢 以色列人他們 在一月十四號 開始過五月節 那守了七天的這個儲教節 那他們開始準備呢 就出埃及了 那大概是在一月二十二號的時候呢 他們這個就是 過了紅牌 在祖前的一千四百四十六年的時候 那馬拿的是什麼時候呢 降下的呢 他是在這個二月十五 也就是差不多他們在曠野裡面 走了一個月之後 然後就降下了馬拿 那利用說呢 這個他們雖然出了埃及 但是埃及不一定從他們裡面出來 所以呢 十四章這邊雖然他們過了紅牌 但是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十六章 就是對於這個蜀天養食的經歷 這是神他真正的心意 他們的這個色列人呢 神叫他們不是只有出埃及過紅牌而已 而是要一直不斷的變化他們 改變他們的飲食 至終呢他們要被重新構成 能夠成為神的居所 所以呢 看見這個神呢 他做這個蜀天的馬拿 不斷的供應他們 來改變他們的胃口 那 那我們看到這個民宿紀十一章的時候呢 這邊的時候 大概已經將近過了一年了 那開始呢 就是我們會看到他們對於這個馬拿 就是開始 從這些所謂賢雜人開始 就開始發起了這樣的一個貪欲 他們想念起這個埃及的這些免費的這些沖蒜啊 這些的這些的肉 所以又開始起了貪欲 那也影響到了以色列人 所以這個是大概一年之後左右 所以可能剛如果以我們得救來講 可能是剛得救不久一年 過這樣一個社會的生活 開始他們 是不是會開始有這些 想念起以前在世界 在埃及裡面的這些的享樂 那到了民宿紀二十一章的時候呢 在二十章的時候呢 這個亞倫根 米利案其實都已經過去了 甚至呢 在這裡呢 其實他們還打了第一場的勝仗 近美帝之前 他們打勝了這個亞拉德王 那這個時候他們已經 已經出 已經算在曠野裡面已經三十九年多 所以這個不是新謀恩的 其實他們已經如果以四十為百分之百的話 39年 其實他們已經將近快要進美帝 已經走了百分之九十八的 所以他們是已經是 已經是 不是這個出謀恩的 他們已經算是已經 得救很久的 但是呢 他們還是一樣 因著這樣的飲食 他們心中環照 就毀謀神和摩西 為什麼 我們從埃及地上來 這個事情已經經過了三十多年 39年了 已經快要進到美帝了 但是他們呢 裡面呢 還是有這樣的一個抱怨 他們還是厭惡這個 淡國 就是這個馬拿 所以不是說出謀恩的 會有這樣的貪欲 但是連這些 所謂的得救很久的 其實他們一樣也有這樣的一個光景 所以呢 這實在是我們一個很大的一個提醒 我們需要不斷的 接近持續的享受這 蜀天的馬拿 不斷的更換我們的飲食 然後我們能夠被重新的構成 能夠成為神的一個居所 那後面呢 就會用這個 約翰福音六章這邊 給我們看見 這個 這位 這位蜀天的糧 他也是這個 神的糧 他也是這個 生命的糧 也是 活糧 也是真糧 那 可以看見大典的部分 其實剛才的時候 主題的部分 主要是更換飲食 吃基督 蜀天的馬拿 還有重新構成 然後成為神的居所 那這些的 這些的點呢 主題是在第三大典的時候呢 會都看到 所以也就是說 這一篇主要的 他的點 其實就是在第三大典 所以第三大典裡面 它裡面有九個 終點 所以呢內容也是比較豐富的 那前面的兩個點呢 實在為了第三個點 先有一點的鋪陳 那先從這個 新約 這個神經倫的一個角度 從約翰福音六章這邊 告訴我們 其實這位 舊約的這個馬拿 其實就是 基督的一個御苗 基督呢 就是這蜀天馬拿的實際 他是為神所差 那作為選民典日常 生命的一個共益 那一面呢 因為他是這蜀天的馬拿 那如何能夠 進到我們的裡面呢 如何能夠來 成為我們的飲食呢 我們哪是需要借著吃 所以呢 會覺得說 國父怎樣拆我來 我又因不活著 那吃我的人也因我活著 那這個因呢 跟借 借是by 英文是by 因是because of 所以在神聖裡面講說 我們可能走路可以拿著一個管杖 這是by 借著管杖 但是我們能夠走路 是因為我們有吃 吃呢 在我們裡面消化吸收了 成為我們的一個能量 所以我們能夠走路 這是because of 是因 所以這個因呢 是比這個借 它實際上有更深入的一個 一個含義在裡面的 那吃我的人也就因我活著 所以吃基督我們就能夠活基督 那後面再講到第三大點的部分 第四呢 有一個基督的特徵 這瑪拿的特徵 其實就是基督的特徵 有十六個點 何等的豐富 就這瑪拿一點都不淡薄 就是它有十六個點 有這樣巨細迷移的這些的特徵 讓我們來看見 來增賞這個瑪拿 增賞這位基督 它的豐富 那後面呢 再告訴我們一個成為得勝者的路 其實就是不斷的吃 不斷的吃這公開的瑪拿 這公開的瑪拿進到我們裡面呢 消化吸收之後呢 我們就保存在我們的裡面 這就成為這隱藏的瑪拿 也是成我們基督徒生活的一個中心點 所以我們需要不間斷的吃 這個是也不能儲存 好像說這個我周六的把周一跟周五的一起吃 是不 他們在曠野收就是一額沒額 每天就是收一額沒額 也不能多收 也不能少收 所以這是我們每天過的生活 我們需要天天吃喝這個蜀天的瑪拿 那來到了第一大典的裡面 其實就是從約翰福音的六章裡面 告訴我們這個舊約的瑪拿 其實就是這新約的基督的一個預表 那他的這基督呢 就是屬天的糧 雖然在經文裡面就說 他是從天上來的糧 其實就是屬天的糧 那屬天呢 他的對比呢 就是屬地屬士的 所以主要更換這以色列人他們的一個胃口 因為他們在埃及有這屬地屬士的這些的 做他們的滿足的事物 所以呢神要不斷的借著食物 來對付這樣的一個肉體 使我們享受基督成為我們主要唯一的一個滿足 所以他是一個屬天的糧 他也是神的糧是神所拆來 有神的統戰 那神他的對比其實就是仇敵 就是撒旦 那他也是生命的糧 那也是活的糧 那這個是跟死亡來做一個對比 那生命的糧 因為他帶著永遠的生命 他的性質呢 是生命 像生命術一樣 是給人跑做食物 要做人生命的共益 那他也是活的糧 所以他的性質是活的 那他是真 真呢 就是跟隱而跟虛假是相對的 所以這耶穌基督是真實實際的食物 也是我們的真食物 他是與隱而是相對的 所以他是屬天的糧 是神的糧 是生命的糧 他是活糧 是真糧 可以可以 那這就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呢 他是 那因著這樣的糧呢 是我們需要藉著吃 藉著吃呢 其實就能夠接受 就能夠與他聯合 那當然 這個我們說 這個我們呼吸 還有吃喝呢 其實都不能提早畢業了 一提早畢業 因為其實我們就 人就死了 所以這個吃呢 是要直到 這個主的再來 我們要不斷不斷的一個吃 那吃其實就是一種接受 吃什麼 就被什麼東西給所構成 所以我們是要吃的 屬天的馬拿 被重新構成 我們就能成為神的建造 那這邊呢 就主要引用這個 約翰福音六章 這個經節就是 在五十七跟六十三 三節的部分呢 那吃我的人 也要因我活著 吃人生命乃是靈 肉是無意的 主耶穌講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他不是講物質的東西 其實當然乃是講靈 屬靈的部分 這個這樣的生命呢 乃是屬靈的 就是靈 就是生命 就是他所說的話 那我們應得接受 吃他的話 其實就能夠因他而活著 所以 吃呢 其實就是把食物 接受 接受到我們的裡面 那裡面呢 也要有生機的一個吸收 這個吸收呢 simulate 這個其實是一個同化 就是你吃了這東西之後 你就變成那個東西 被同化了 同化的這樣的一個意思 所以不僅接受 我們也能夠 有生機的吸收 將這位基督 這屬天的馬拿 能夠接受進來 我們就能夠成為基督 那吃主耶穌就是 就是將他接受到我們的裡面 就告訴我們這個吃 這屬天的吃的一個 內在的一個意義 那我們能夠活基督 其實不是憑著 剛才提過就是 不是像拐杖在外面一樣 我們乃是 是因基督而活著 所以那吃我的也要因我活著 這個因呢 就是我們乃是因的 接受 消化吸收這樣的屬天的供應 所以我們能夠有力量 能夠活基督 能夠彰顯基督 那這個呢 他就成為我們加力的元素 也是供應的因素 那使我們呢 也能夠在基督的復活裡 來活基督 所以吃基督 而能夠活基督 那甚至呢 在這個保羅他說呢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我們知道保羅 他已過的是高舉律法的 但是呢 他在大馬社的光道之後 他乃是活基督 並險大基督的 所以他能夠說 那現在活著不再 不再是他 乃是基督在他裡面活 因為他乃是享受 吃著屬天 基督這位瑪娜 甚至呢 他說這個 活了 其實死了 其實就有益助 他乃是一個活基督 並藉著耶穌基督之靈 全備的供應 叫保羅他能夠得救 所以吃主耶穌呢 做我們屬靈的食物呢 就是接受他的 赤人生命的靈 因為呢 他這個 就是藉著吃他 赤靈和生命的話 也要藉著我們的祷告 所以呢 接受最好的就是 導讀 導讀呢 其實我們就能夠 將這樣的話呢 能夠接受進來 能夠成為我們裡面 共鳴的一個部分 能夠被這樣的畫作構成 那因為他的畫 其實就是生命之靈的具體畫 所以我們需要用靈 不是用我們的心思 不是用我們的魂 是用靈來接受他的畫 就是使我們能夠得著那赤人生命的靈 那後面呢 第三大點 我們說呢 其實是整個 這篇題主要的重點的部分 所以這個 第三大點裡面呢 其實他們就講到 第一個 需要更換飲食 那 第一個更換飲食呢 就是神呢 他對付我們肉體的 一個主要的一個方式 這也是他心意 他主要是經倫心意的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就是 如何更換飲食 就是吃什麼 吃基督 這會真滿啊 那我們就能夠被重新構成 重新構成之後呢 就是我們就能夠 成為神的居所 那儘管呢 這些以色列人 他們已經從這個世界 從愛情裡面被分別了 但是呢 還夠不上神真正的一個心意 那乃是還需要在 荒野裡面 讓他們重新構成 所以他們四十年之久呢 神指給 指給 這個以色列人怎麼樣 吃馬拿 等會看到 其實就是吃馬拿 還有什麼 造館會墓 就這兩件事 甚至連耕地都不用 這就是神他主要的一個心意 用不斷的吃 吃他 被他重新構成 我們就能夠成為神的建造 那 那一面呢 那這裡的話 神對付他肉體的主要的路 就是借著吃 這個吃呢 就使我們能夠 拒絕這個肉體 然後不餵養他 就讓肉體怎樣 就餓死 因為呢 我們的這些肉體呢 可能會想念這個屬世的 做這些東西 來做我們的滿足 所以神呢 唯有改變 百姓的飲食 甚至呢 這個馬拿 是他們肉體所不喜歡的 但是 這個神要改變他們的口味 那 除掉他們 對這個屬世味道的一些的貪欲 就是在更換飲食的一個部分 那在這裡民宿記十一章的時候呢 從這賢達人呢 他們開始 起了這個抱怨 雖然他們可能出埃及 差不多一年多 那 以色列人呢 就因著他們的關係 就 也開始一起哭嚎了 誰給我肉絲呢 那 在埃及的時候不用花錢 就有魚吃 有這個尼羅河的魚 那有的黃瓜西瓜 韭菜 蔥跟蒜 那 現在 我們胃口都沒有了 這 有時候也是我們的一個光景 我們好像 過這個照會生活 那 天天這樣的誠心 我們會不會覺得 胃口都沒有了 小心 其實我們呢 這個 愛子的元素就還在我們的裡面發酵 所以我們需要更多的轉向基督 更多來吃他 享受這蜀天的馬拿 所以我們能夠再一再的被重新構成 就能夠成為神的建造 那 二十一節這裡呢 這些他們已經出了礦鐵 已經快了三十九年了 他不是出蒙恩的 是蒙恩很久的 我看在座可能得救超過四十年了 可能也也不是很多 但這樣的他們還是心中煩躁 他們的魂還是沒有被變化 他們的心呢 還是戀顧著淡薄的食物 淡薄呢 在註解裡面就是說是什麼 可比的 可比的 就是他們 我們仍然覺得這樣的食物是淡薄的 所以我們實在是需要一再的蒙拯救 不因為我們好像聚了很多的會 不因為我們得救很久了 我們就覺得好像我們的口味 是應該不是世界的口味了 其實要小心 我們常常還是可能會走回頭路的 那埃及的飲食呢 這個就是指我們得滿足渴望獲取的一切的事物 就是這屬地的娛樂 我們的愛好巴望可求的事物 這些都是這埃及的口味 所以我們需要呢 改變口味 改變胃口 這屬天的麻辣成為我們的滋養 並醫治我們 能夠除去我們裡面 所有一切消極的事物 那這裡呢 就是除了麻辣之外 神沒有給這以色列什麼 就是除了基督以外 他沒有給我們什麼 那願 我們要有這樣一個願 願主呢 除去我們對基督以外的一切的一個愛好 那這裡呢 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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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文在裡面呢 就有一段話 他說呢 其實他們在曠野連結 除了吃麻辣跟照管帳目之外呢 什麼事都沒有做 我們不是說創世紀呢 人家汗流夾背才有的虎口嗎 不是要天降與人根地嗎 但是這裡有一個更重要的事 神有一個更重要的心意 就是要不斷的吃麻辣 被重新構成 出去我們的屬世的胃口 讓他們能夠照管這個照目 就這樣的兩件事情 所以呢 他們不要求他們其他的事情 神只要我們吃基督 並顧到照廢 所以我們該怎樣 該天天吃基督 並顧到我們正確的照廢生活 那就是神啊 主要的心意 就使我們在他的經輪裡面有份 那一樣是在第三大典的部分 這裡 那很多的部分呢 都在講到更換飲食 這部分 所以我們需要吃麻辣 就能夠成了這個麻辣 吃什麼就變成什麼 所以我們吃基督 就能夠成為基督 那他就不斷的構成到我們裡面 從 使我們能夠被重新整理 好 所以我們有希望有這樣一個願 主能夠改變我們的飲食 我們能夠由基督重新構成 能夠成為神的一個居所 那這裡呢 他也引用這個馬太福音的十六章 在十七節的時候呢 他稱彼得為西門巴雲辣 就是他還沒有變化的 但是在十八節的時候呢 他說你是彼得 我要將照會建造這個磐石上 所以我們都要成為這個被變化過的彼得 就是藉著吃基督 這屬天的馬拿 被重新構成 我們就能夠成為他的一個建造 那這飲食的改變呢 我們需要 我們雖然飲食改變了 但是我們胃口有沒有改變 我們可能每天都有讀主的話 享受成心 但是我們的胃口不一定改變 這兩個東西需要互相對應的 不僅飲食改變 我們的胃口也要改變 那這裡呢 對食物呢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定義 這食物就是我們 接受進來 做我們滿足的任何的食物 那我們成為一個基督徒 我們滿足的食物是什麼 其實真的不再是這個屬世的娛樂 唯有吃基督 享受基督 那基督呢 就是成為我們真正的滿足 所以一過地龍說 我們裡面 就是什麼都沒有 就只有基督 基督就是我們的牛肉 那這個牛肉呢 它可以有各種烹調的方式 你可以這個 可以清蒸的 可以紅燒的 你可以做牛肉麵 你可以做會飯 你可以酒黃牛肉絲等等的 但是這是在於我們需要 後面要講說這個滿 我們需要有捏的 要舊的 要倒的 我們要能夠烹調 這個只能夠成為我們的享受 好 那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食物呢 這屬天的食物呢 是唯一獨一不糗壞的 其他這個屬世的東西 都是會糗壞的 價值都沒辦法存到永遠的 所以我們獨一的食物呢 必須單單是基督 因為這是神的心意 就是要改變我們的飲食 要改變我們的胃口 所以我們只要單單的 吃著屬天的食物 那這邊呢 我們應該都要宣告 來一起來 主是唯一能滿足我的那一位 除他以外 我沒有滿足 我每日靠基督 得出加力之食 他是我靠的唯一食物 基督是我們唯一的食物 甚至呢 在整個這個 新約的職事啊 這獨一的職事 也只做一件事 就是指輸送基督做神 指名獨一的食物 如今這也是代盡神獨一的一個建造 雖然這職事只有一個 但許多的職事 但是我們也都只是做這樣一件事 就是供應這獨一的食物 就是供應基督 那後面呢 就就著這個馬拿 他跟這個基督 這個表真呢 有十六個點 實在是我們呢 能夠來珍賞 並主觀的來經歷來認識這位基督 所以這馬拿一點都不但薄啊 有這十六個點啊 我們來看 第一個呢 他是一個奧秘 因為當以色列人他們看到 叫馬拿張說 這是什麼 這確實是一個奧秘 那 他也是一個長期的神蹟啊 天天不斷的 持續了四十年之久的 那這個呢 他也是不能儲存的 所以我們不能說 我周六把周一跟周五的 一個一次一起讀 不行 我們就要天天 天天享受 而且需要在天位亮之前 就要去 拾取馬拿 是我們美麗 美早神所取用的 而且這樣要拾去到主來 那以色列人呢 他們拾去 這四十年之久 進美麗之前 這個馬拿才停住 那他是從天而降 是從天上做食物的一位 所以呢 他是屬天的糧 是從天上來的糧 也是從神而來的糧 他是露水 在這個 因為你哀哥呢 三當二十年 就是每早晨這些都是新的 你的信實極其廣大 所以我們每天都有一個新的起頭 我們的起頭不是一個禮拜或一週或一年 我們是天天都有一個新的起頭 所以我們需要 常常來到這新千的連續 那這露水呢 就因表著不蘇並滋潤的恩典 所以我們每早晨都是新的 都能夠重新來來領受他的話語 重新來領受這蜀天的馬拿 那他也是早晨降下 早晨其實也是一個新的一個開始 那他是細小的 表示這個基督呢 他的出生是一個卑微的 那這個小呢 主要也是因著 讓我們可以容易能夠吃 那不僅小呢 他還細緻 有時候東西小 他不一定細緻 這細緻呢 他是均勻又平衡的 所以這是我們能夠可口 能夠方便進到我們的口裡 那他還是圓的 這圓呢 就表示他是永遠完全完滿 沒有不足或殘缺 那甚至呢 主耶穌說 那還沒有亞伯拉喊 我就是 是 那當然是白色的 白色就是純淨純潔 沒有任何的摻雜 那 那是如霜的 這個霜呢 是介於這個水跟雪之中 那這個 這個水跟雪它指使我們能夠清涼付出 但是霜呢 它還能夠殺死我們裡面消極的東西 那它就像圓水紙 這個紙就是一個種子 種子呢 它就蠻鳥生命 它能夠繁殖 能夠長大 那它也是堅實的 所以我們必須在日常生活中 任何的環境中 能夠來攢 倒並煮 使它作為可吃的 所以呢 是一樣的一個牛肉 它會早上 會用說一樣的一個蛋 但是有好幾種不同的烹調的方式 但是吃到的都是牛肉或蛋 但是這需要我們來烹調 在任何的情景之下 我們能夠來斬 來倒 並能夠來煮它 念 那 就好像這個珍珠 那這邊的珍珠呢 它是植物的珍珠 是創世紀的時候 不是啟示錄的時候 是動物的珍珠 所以是想要素質 這部分 它是指基督的光亮透明的部分 那滋味就好像油餅 這個油呢 其實就是聖靈 那這個餅呢 然後這樣烤就有一個聖靈的一個辛香 那滋味也如同餐蜜的薄餅 這個 這邊的餅是用cake 這邊是薄餅 就是薄薄的 像我們家族是薄餅那薄的餅 它是甘甜的 那適合做成餅 細緻的餅 不有營養 也極其可口 那這個是原水籽 如果我們把它 顏色變成白的 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大小大概就是長的這個樣子 謝謝 那最後一個點呢 這樣的吃呢 就是關係著神的 祂的永遠的經文 是我們能夠成為得勝者的一條路 這個實在是 我們需要把愛這個 所以 我們說在千年國的時候呢 一面我們需要學習色名 一面呢 我們也需要學習天天吃喝 如果我們沒有這樣吃喝享受被重新構成 其實我們沒辦法成為這個屬天的子民的一部分 那一千年 我們一定也要再重複在補修這樣一件事情 就要天天在吃喝享受基督 那倒不如我們在今世的時候 就天天享受 所以我們能夠成為得勝者 那一面呢 這個公開的瑪拿 他可能甚至這些所謂的賢雜人 這些貴重 其實他們都能夠吃到這公開的瑪拿 但是我們需要成為這個祭司的體氣 成為這得勝者 我們需要吃那這個隱藏的瑪拿 那這裡的弟兄的意思喔 是我們把這個過拿掉 應該這邊加一個函 那主體呢 這邊在第五大禮這邊 其他主體就是從這個生命讀經 這個主要的生命讀經 39篇裡面 這邊呢 第一種意思是說 這個瑪拿它不是有分別 事實上 這個瑪拿只有一種 重點是我們有沒有吃進來 有沒有消化吸收 有沒有儲存在我們的裡面 這樣的瑪拿 就都能夠成為隱藏的瑪拿 就使我們能夠成為那得勝者 所以得勝者的路呢 其實在這邊說 就是只要我們天天吃 這位基督的屬天的瑪拿 其實我們就能夠成為得勝者 我們就是天天吃 天天享受 那不要認為我們不可能成為得勝者 藉著享受基督做瑪拿 我們就能夠成為這個得勝者 其實就能夠吃到這隱藏的瑪拿 那就能夠構成得勝者 我們需要每天收取每天保存 那至終呢 這個我們就享受到這個隱藏的瑪拿 我們就能夠成為那得勝者 那這個呢就成為我們這個永遠 這個永世的一個紀念 那時候紀念 不用說這邊有兩件事 一個呢就是享受基督做我們重新構成的成分 另外一個呢就是基督要做我們成為神 宇宙中居所的一個共益 一面呢我們能夠成為享受他 成為我們重新構成的部分 一面呢享受這位基督呢做生命的共益 使我們能夠成為神的居所 成為神的一個建造 那每一個人呢都只能夠拿取這個一而沒而 儲存在裡面的至多也是這一而沒而 但是重點是我們需要天天天收取天天保存 我們就能夠成為那得勝者 這個就是走向得勝者的路 那這個在金塊裡面的瑪拿就是神居所的中心 那基督做我們所吃的瑪拿也是我們今天建造的一個中心 我覺得這一點呢以過沒有很特別的看見 以過呢我們覺得以色列人他們生活是圍著這個賬目 就是我們的造位生活 但是基督說我們的中心點在哪裡 可能我們的中心點是一個立位人所做的宰殺牛羊 但是我們中心點都完全應該要被聚焦到這個隱藏的瑪拿的裡面 就是天天享受吃這個基督的蜀天的瑪拿 就成為這個隱藏的瑪拿 就成為這個基督身體的建造 一面我們也能夠成為那得勝者 所以我們看見呢在這個裡面呢 這隱藏是極其的隱藏 它這個從這個海果皮這邊一站 不用說至少有五成 但是不知道罐子這個金塊有沒有蓋子 如果有蓋子那就變六成 那它是極其的隱藏 那在整個會幕呢是以色列人他們生活的中心 在會幕裡面呢至聖所又是為中心 至聖所裡面又有約貴為中心 那這隱藏的瑪拿的金塊的瑪拿 又成為這個約貴裡面的一個中心 所以這就應該成為我們的中心點 我們主要造會生活 我們基督徒生活的一個焦點 所以我們需要天天享受吃喝 這樣的一個隱藏吃喝這個蜀天的瑪拿 成為這個隱藏的瑪拿 要成為我們的中心點 這個真的是 如果我們覺得好像 造會生活是很多元的 有好多好多的服飾 有好多的事可做 但是這都不是真正的一個焦點 我們應該要把天天享受吃喝基督 成為我們真正的一個中心點 使我們生命能夠長大 能夠重新構成 能夠改變我們的飲食 改變我們的胃口 成為神的居所